全球風向發生極轉 黃金避險,亡者歸來 大家好,歡迎收看ACY證券今日市場分析 我是你們的分析師Peter 昨日受到瑞士和英國利率決議的影響 美元大幅度下跌 然而全球的股市和多數大宗商品卻沒能觸底反彈 走勢出現了背離 在美聯儲發布75個基點加息後 絕大多數的機構開始集體看衰歐美國家的經濟 摩根大通甚至認為美國經濟衰退的概率高達85% 因而對資本市場產生了巨大的壓力 對比美聯儲一直聲稱美國的經濟強勁 投資界對美聯儲的信任度正在不斷降低 其實,有些話作為國家的央行是不能明說的 美聯儲是金融市場最後的一道防線 如果連鮑威爾都認為經濟將陷入停滯 不能則經濟衰退 而最近的決議和數據並沒有給予市場足夠的信心 回顧過去兩個月的市場 歐美市場經歷了股債雙殺 股市和債市出現了同漲同跌的現象 受到貨幣政策的直接驅動 然而就在昨天 美聯儲加息預期快速下滑 歐美國債的價格大幅反彈 然而股市卻背道而馳開始下跌 這意味著市場的避險需求再度回歸 資本進入了避險模式 雖然這不代表股市就會繼續下跌 但避險資產會在近期有更加良好的表現 昨日在所有資產下跌的環境中 黃金卻先一步開始隨美元反彈 短線來看美元繼續下跌 黃金便有了看漲的空間 從黃金4小時後來看 200均線出現拐點 黃金價格隨美元貶值開始大漲 回顧5月12號的黃金大漲行情 同樣是受到美元的影響 指標方面 動量指標上穿零線後大幅走高 並突破了前高點的水平 體現多頭動能強勁 整體來看 黃金的交易策略 應該採用短線墳低作多為主 美元的消息面看跌是黃金看漲的信號 線價下方的關鍵支撐 在漲平漲中繼形態 以及長下引線的雙重支撐區域 也就是1830-1835區間附近 再下方則要看前低點1805的位置 從平行四邊形的角度來看 這波金價的漲勢還未結束 第一個左立位置 應該在1875的前高點供給區域 考慮到避險需求的提高 黃金的漲幅很有可能超過前高點 再往上看則要看1900-1910的阻力水平線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今日關注數據 歐元區有5月份CPI年率 美國方面有5月份資商會領先指標月率 美聯儲主席將於今日發表講話 需要重點關注 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感謝大家的收看 未來如此 你在做什麼事 看中文版的飯 最終成功呢 也是